因應去年超強颱風山竹摧殘取得的經驗 政府進行了全面的檢討 並已在上個月向立法會匯報檢討的結果 以及將採取的措施 其中日後遇上超強颱風 或者其他大規模天災的時候 我們會即時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督道委員會 成員包括相關的主要官員 加強監督各部門的準備應變和善後工作 此外當超強颱風引致極端的情況 例如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 廣泛地區水浸 嚴重山泥傾瀉或者大規模停電 政府會視乎情況 在8號颱風警告改為3號颱風警告前 公佈極端情況 勞工署這個月較早前已公佈了新修訂的 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則 在政府發出極端情況公佈後 除了與僱主就極端情況下定立有上班協定的必要人員之外 僱員應當在原來的地點 而不是立即啟程上班 政府一方面會加強收集資訊 例如在策略性地點加裝閉路電視 以便評估道路和交通情況 亦會試行以無人機進行即時空中監測 評估災情 另一方面我們會確保有效地對外發放資訊 包括會充分利用廣售市民歡迎的天文台 和運輸署流動應用程式 亦會通過傳媒和社交媒體等平台 等公眾第一時間收到防災和應變的訊息